《七哥生日》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5月10号 七哥生日乱聊 乱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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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首先 哎呀 我的妈 这生意太多 这是家伙 今天呢 是因为 今天是七哥的5月10号的生日 很多战友呢 特别特别的关心 七哥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个 很多人制作了视频 发了语音 拍了照片 我真的没办法 一一都推出去 我都推出去的话 这个盖特上就成了我的生日了 这个生日盖特了 这样的话是不好 因为盖特人家99.95%是外国人 只有0.0几的是中国人 那就不好了 还有一个 这又是被人家共产党 尾的说他个人崇拜 是吧 这小子搞个人崇拜 咱不搞个人崇拜 是吧 咱们心里都有 所以说呢 国内的很多战友 还有亚洲的其他国家战友 欧洲的战友 都说七哥 无论如何今天露露面 露露面 特别是在隔离区的战友们 说七哥哪怕出个面 露露脸 那肿吗 那咱就露露脸吧 我这是连滚架爬 连滚架爬就下来了 老皮匠 普丁当大也无一 东京樱花团 我们的老皮匠战友 上山若水 大海 胜利冲锋 小静不静 Total 胜利冲锋 无以实相只有一个 In the 阿哲西 黎明的曙光 爱玉光 我看念不完了 哎呀 昨天啊 昨天是我这个鼻子敏感 是昨天最严重的一天 最严重的天 然后电话呢 就是很多信息 也是最多的一天之一 是个手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手机没电 三次没电 我考大家一个问题 一天三次没电 从早上到晚上 等同意你用了多少个小时手机 因为手机会发出警告的 是吧 用了几个小时 大家猜猜 谁能猜出来 兄弟姐妹们 他有个延迟 这盖特延迟比较多 古修 宁南 都来了 熟屏风 莉莉 爱我人生 火药 天意 哎呀 抱歉 这咖啡一喝就 王级又来了啊 行了 我现在这样啊 小福利 小福利福泽在直播群整理问题啊 郭叔今天生日没怎么过呀 兄弟姐妹们啊 这一栏目现在开始啊 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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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小福利 喜安娜问 郭叔今天生日准备怎么过呀 开会 郭叔说到些什么呀 喜欢花花啊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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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 真不夸张的说 真比花店都多 七朝准备着什么美食啊 给郭叔会吃蛋糕吗 蛋糕已经吃了两次了 太多蛋糕了 一会儿还有 红场阅兵背后的故事 可以讲讲吗 一会儿讲 安平事 安平的话题 目前习被暗灭的可能性有多大 没有 几乎没有 这对灭共的进程有啥影响 没啥影响 想问七哥03年的SARS 是共产党故意释放的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啊 这不确定 郭先生如何在十三四五岁时候出国的 这时候出国就是政府啊 政府 那时候是参加工作啊 参加工作 政府啊 必须是政府的啊 那时候就是卖药 卖药材 卖药材 卖药材出国 大根 大根兄弟 七哥为什么在原来的工地上 还有木头门包的包装啊 这就是当时钢门钢窗啊 木门木窗 那是高级的 即使简单的用了几个月 还是用的非常的隔音的 隔沉的啊 那时候很高级的啊 那时候很高级的啊 实目的啊 成本只会更高好 看不到任何收益啊 那作为一个企业的形象来讲 收益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形象 企业文化是第一位的 没有企业文化 没有长寿的企业啊 黄勋才被选为第四代领导人 接替李显龙 这背后的是什么故事 共产党背后最关键的啊 最关键的啊 美国中国都同意的情况下啊 这个没有什么 他家没人了嘛 他只能这么选了嘛 黄勋才只能是越来越左啊 不会越来越国际化 他因为新加坡未来带来什么啊 下一个香港啊 只能比香港坏 不会比香港好 七哥为什么13岁就能那么牛 生活所逼啊 没有办法 13岁之前都经历些什么啥 哎呀 那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啊 近过玉米地啊 到13那年啊 谁能跟战友们分享分享吗 分享了好多年了 现在也不知道具体要分享啥啊 七哥曾经提到过 经过特训想了解一下这一段经历啊 就像现在那个时候的特训啊 就是今天的孩子参加夏令营一样 就这么简单 无非学的一些 现在西方学校都教的 一些特殊生计啊 比如说你在山里边转的时候 怎么辨别南北啊 是吧 你怎么辨别这个有没有蛇啊 遇到蛇你咋办呢 是吧 遇到熊虾子你咋办呢 再一个怎么发现这个 以后没给你挖坑啊 掉到坑里边 这些在西方现在已经是 所有的 共产党的所谓特色 都是装神弄鬼 他都距离这个时代啊 千里万里 都扯球蛋的事啊 但是那个时候就很牛叉了 因为农民吧 我们农民的孩子只会吃东西 拿回这个是吧 啊 啊 你是首先给一个你喜欢的人 或你相信的人 你祝福的人过生日 或者你的家人 那大家已经把我当成了祝福的人 和家人来对待了啊 为什么 因为我给大家的带来的是志同道合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志向灭掉中国共产党啊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路 叫喜马拉雅之路 既有灭共同志 又有一个喜马拉雅的同路 那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 七哥的生日 就是大家的生日 大家的生日 就是七哥的生日 啊 所以说就这么理解的 宁男 你说重不重 啊宁男帅哥 然后瑞塔 优雅的也是我啊 七哥最难忘的生日是哪一次 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觉得哪个生日都挺难忘的啊 最难忘的还真是很多年 每年都有人问啊 最难忘的生日 说老 原来我没生日概念 是你七嫂让我有了生日概念 是你七嫂 有了你七嫂才给我过生日 我爹我娘都不怎么记得我生日 有哥哥嫂哪时间记得 农民哪有什么过生日的 穷的叮当响 是不是 这过生日那不就花钱吗 是有了你七嫂啊 你七嫂属于这个这个 人家属于镇上的这个 有身份的人 我这是草营 西草营村里边的人 穷的叮当响是吧 从那过上了 你嫂子给我过生日 问了我爹我娘 重申了解我生日之后过生日 很多难忘的生日啊 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大家继续发小时啊 宁南中国边检官员 检护照对美国绿卡也赶紧 怎么看这事啊 这事啊 我觉得宁南 这个这是早就说过的 检护照一点都不夸张 他检护照你干什么 你只要拿护照出去 还要拿绿卡出去 你海外有亲戚有亲属 接下来就是要剪你什么 啊 剪掉你的思路 思想的思 不要惦记外面了 再剪断你的舌头 别说话了 再剪断你的手 啊 只要你变成全中国 一一万万个锁链女 这才刚开始 刚开始 Rick Rick是 王岐山在韩国和文在寅会面时 故意反不下用他来表达 而回避西太阳 以七个对鬼子六的了解 他这是演哪一出 谢谢 呵呵 根本没演 王岐山这个老狐狸 那已经成了妖了 成了魔了 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是敏感了 敏感了 Rachel 我们的Rachel美女 每次七哥过生日的时候 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七哥爆料革命以来 有没有感觉到生日 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怎么理解生日的第二次含义 重生 哎呀这个是爆料革命以来呢 Rachel呢 这个是每年过生日 和那么多战友在一起了 他已经不是生日了 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话题 他属于爆料革命的一部分 我每年生日必做的事情 肯定是沐浴更衣 给老娘祈福 这个老娘在的时候 肯定是给老娘一起陪老娘 老娘不在了 就为她祈福 这是必然做的事情 闭门思过 思念老母亲的给予生命之恩 那现在老娘不在了 想了更多的事情 如何在为天堂的老娘 让她高兴 列入我不喝酒 列入我不喝酒 可能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吧 我觉得可能是最震撼的 未来能在历史上 谈我郭文贵的事情 其中一个为了老母亲把酒祭了 可能战友们没有感受 我觉得这件事情 认识我的人和我的家人 特别是在天堂的母亲 她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大事 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把酒祭了 我再重申一遍 我喝酒后的郭文贵 就是个魔鬼 就是个魔鬼 所以我深深地相信 我坚决地相信 教育很重要 生存环境很重要 这就为什么社会和政府很重要 因为我那时候喝酒的时候 喝完酒以后 那副德性 是我人生最不敢面对的 就是喝酒了 就最不敢面对的 就是喝酒了 我觉得这个酒简直是 我人生 我母亲最最最不喜欢 我家人最最担心的 父母担心的 还有我这个 在清风看守出来以后 唯一的就是用酗酒 醉酒和疯狂 这个解掉了我内心的那种恼怒 还好吧 就是没有造成 万万次可能是要 差点造成了毁灭之灾吧 最后是没想到我老娘 用一条命换来了我 不喝酒 很遗憾 这个事情战友没有意识到 很少人谈起 这几乎是我爆料革命以来最大的成就 到现在我了解我的国内的朋友 同学对我这件事情都怀疑的 都觉得真的没喝过吗 说文贵要真把酒戒了 这可了不得了 那么这也是啊 中南坑的某个老杂毛 他家人啊 这个和一个我的朋友说 说这个郭文贵啊 这个又想灭共啊又想啥的啊 他说有点有点乱扯的啊 他说他骚扰骚扰也就算可以了 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想灭掉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啊 就咱说的堂壁挡车 螳螂挡壁 是吧 咱是没文化的人是吧 但是呢 他说这个家伙胆量勇气是可了不起的啊 我还是很服气的 特别是建筑学啊 生活啊 这个小家伙还是与众不同的啊 但是 佐到想灭共啊 那是佐死呢 自不量力啊 但是呢 到后来他知道我真的把酒借了 还有我母亲我家里的事情以后 还有一次跟我这个朋友说 他说凭郭文贵能把这个酒借了 还能坚持这几年 特别还能讲出那些英文 嗯 中国没有第二个 他说这件事情 这家干的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哈哈哈哈 是吧 这个我我我借酒的事情 可以说战友们对我的不了解 几乎到了就这件事上是一个重大的标志 就没有任何人理解七哥为母亲的祭酒 这几乎是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吧 因为你们没有想象过我喝酒啥样 啊 这有些话我在这还真不能说 但我有时间我一定要说 啊 啊 我这一辈子干的好事坏事 我要不让你们都知道 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啊我不管我过去吃过鲍鱼还是吃过屎 我都让大家知道 啊 我一生中我认为 我我我我会未来 我会在我们咱们联盟里边啊 啊我会到时候会写下来 谁拍我电影啊 啊就告谁 谁写传记就告谁啊 但是我必须让战友们都知道是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 最真实的 最普通的啊 啊 七情六欲啊 哪样都是啊 啊 非常真实的啊 那其中包括就是我的 当年喝酒的什么德行 所以说这个话题呢 可以今天说到 这儿有多不了解我啊 你就知道过去这几年我戒酒以来 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啊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健身吧 这个健身啊 我看谁啊 这是racial问题啊 健身啊 健身这个话题是很重要的 这敏感真难受 这有个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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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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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听一下啊 我得听一下啊 我得听一下抱歉啊 在镜头前的很多战友啊都是很关心啊 很多人都在看很多人 国内VPN 现在今天现在是最火的之一啊 最火的之一 那么就是健身这个啊 健身这个实际上战友们呢 这个很多人啊 就是 健身我觉得是灭共 我郭文贵这个灭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世界 虽然都很别人都很健身 但是我是 我大家知道我是因为灭共啊 才开始了这个健身的革命啊 这个健身的事情是挺大的啊 对母亲呢 我觉得这个我母亲看到我健身 她是很开心的啊 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一个 她的孩子都很健康 她不愿意看到一个懒乎乎的 肥头大耳的是吧 然后呢 这个大臀便便的她不喜欢 好 路可思 代问上海啥时候解封 收清苗的事如何解释 台湾之子最近的静静 动静如何了 路可思的一口问啥问题啊 这收费咋收啊 收你一次还是收了三次啊 上海啥时候解封 我听说是上海解封本来是几次 上海都是要强行解封的 最后都是习太阳 坚决不同意啊 然后呢 我觉得上海人啊 这个这次就是为自己的懦弱 胆小 付出了代价 因为习太阳就 共产党就觉得你上海 没这个尿性 就关你咋的 是吧 那就活该了 如果上海人集体起来 没有 他挡不住的 挡不住的 保镖 台湾之子最近的动静如何 台湾的动静没有什么 没啥动静 这个声音小三段 24小时啥意思不懂 文艺 除了灭共和战友以外 最幸福的是做什么事 最幸福的是看电影 前天下午啊 我这是最近很少看的电影 叫 Look Up 大家有点幽默性的电影 喜剧电影 好 这七嫂的水啊 蜂蜜水啊 Look Up 就是有点讽刺型的 但是这电影的背后老板都是中国人啊 都是拍中国老板的 好莱坞的片 李奥纳多主演 然后就是外边有个彗星砸到地球了啊 地球要毁灭 最后 习近平 俄罗斯被踢出了这个所谓拯救地球的计划之外 讽刺的是苹果的老板库克 然后呢 美国的总统以这个希拉里为这个百姓来做出来的 筹划他 然后呢 就是拍共产党的马屁 最后是习太阳啊 习太阳他把中国世界救了 看着乱 幸福的不得了 看电影 听音乐 还有一个跟喜欢的人坐在那儿 哪怕不聊天 就在那儿看着胡扯 哪怕拿一张纸叠飞机玩 都是最幸福的 跟喜欢的人哪怕坐在一起不聊天就行 然后呢 再一个听你七嫂子教训教训 这个挑挑毛病 依依苦思思甜跟你七嫂聊聊天 这个事比较幸福的 还有什么 我看看下 诶 这怎么突然蹦过去了 西哥说过看秦岭的六个方面 东南西北空中应该是五面 第六面应该是内部了 能给想想吗 这是文空问的啊 文空问的啊 这个简单的话题啊 六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有人类有星球以前 它到底是这个地球存在的 从液体变成固体 今天就所说的各种物质 质子啊 粒子啊 商滴啊 所有的东西 在人类存在以后在地球上 最后为什么地球形成这个面貌 形成这样的地球 大家知道 喜马拉雅山只要雪如一化 人类完蛋了 北极啊 要变成南极 南极变成北极 那地球就完了 那为什么昆仑山脉 喜马拉雅这个七个山峰 还有整个的地中海 大西洋 太平洋之间 所有的陆地平衡 它是循序中 渐进中 也就是说今天人类解释的宇宙大爆炸 然后到了这个银河系 恒星 地球 月亮 最后为什么落到了 它这个整个的 特别在中国西部的昆仑山脉 大家知道那里是玉为主 外星球撞出来的就是金 金属 这个黄金 那会儿玉为主 玉是什么来的 还有印度的所有的宗教 都是以这个喜马拉雅山峰为主题的 是吧 也就是地球的定海神针 随着喜马拉雅风周围 大概有风出来几百个神 几百个神 几十个重要的宗教过去历史 现在落下来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 到底这里它和宗教和神话 和人类的科学讲的宇宙大爆炸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那个地方 它能真正的找到地球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这就是我理解的 这就是我认为那里最神秘的地方 没有去过是无法了解的 Q妹来了 Q妹我看发了啥 好像也没啥问题 天天看直播回放 每天看见她就特别开心 这谁说的 Q妹 QBT 我就喜欢Q妹她儿子 她也不能给我呀 七哥今天最好的礼物 Q妹把你儿子给我 她太喜欢到她儿子了 这美国朋友 Hi Master Thank you very much Today is my birthday Yes I'm now in the broadcast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来自白宫的问候 来自国会的问候 什么情况 得拍一下 我现在发现我真胖了 这猪头似的一拍照片 行了我看这个问题 直播期没了又来来 东游记 谢谢Q妹 谢谢Q妹 开玩笑你看 真别把儿子送给我 我儿子咋痒啊 东游记 爆料革命胜利后 七哥会和战友们一起过一次生日吗 一定会的 就过一次啊 那太少了 我们每年都可以在一起 Q妹给你135 Q妹给我135 135挺好啊 给我1就可以了 太喜欢那孩子了 Q妹啊 这个这个 现在搞EDU教育啊 跟他先生 瑞恩 我说实话 我对他对孩子的教育 我相当不满意啊 我也不放心啊 我从他身上 我就觉得中国人需要EDU教育 他和瑞恩的EDU教育 一个最大问题 他自己没教育好 啊 我据我所说啊 Q妹当着孩子的面 经常训事 训事 于瑞恩 啊 经常大声嚷嚷 你看到Q妹 那装大 直播中 那都是装大 声声细语的 听说跟瑞恩吵起来说 嗓门大得很 四川辣妹子啊 啊 好喊 你去想想 那孩子啥心灵啊 是吧 我从小到大 我最恐惧的 我最恐惧的 就是我父母的吵架 啊 我前天跟你嫂子 我们在那块吃完饭 聊天一家人啊 我说 我这一生 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真正怎么过来 我从小 啊 现在在镜头背后 最起码跟我一起 长大的人 了解我的人 有很多人啊 今天的看直播 我也是应他们啊 我看直播 我很多跟我一起长大的兄弟 都是刚从医院出来啊 今天早上 一醒来 第一个是我的最喜欢的小兄弟 跟他妻子啊 啊 都是我发小啊 啊 从医院里发出的信息 哎呀我心情一下子就特别好 就我看着他精气神那样 我心里特别开心啊 啊 因为那是我生命中 不可替代的财富啊 啊 我们小的时候一起成长 啊 那是不可成 不可改变的啊 人生有很多东西只有一个 就像爹妈只有一个啊 老公老婆可能有两个 但是 这种 从小青梅竹马啊 啊 就一个 我很我很高兴 最好的礼物 第二个就是英国大卫 啊 给我发信息 我打开咱们战友常用的手机 第一个就是大卫 大卫 给七哥过生日了 最近大卫心情不痛快啊 被联盟天天查币查钱的 查得快查懵了啊 也有也有小人从中中啊 故意使坏 挑拨联盟和大卫的关系啊 相信七哥不会上当的 联盟也不会上当的 我第一个回心就是大卫啊 啊 第三个就是 体制内的位老大姐 吓我一大跳啊 用另外一个手机给我发个信息啊 说你看我在哪呢啊 想想那个我认识你说 就在这背后的这个北门啊 跟你见过面 就算我祝你生日吧 你大姐还活得挺好 哇 吓我一大跳啊 但是呢 我没法回 因为他是用的他的警卫的手机啊 我就别回了啊 如果他的老人家那看到的话 我在这儿感谢了啊 那么 就是 大家要记住的 就是七个最开心的 我当时 其中过生日跟家人在一起 但是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提到我父母 这就为什么我希望 每个人有个健康的家庭 就我父母那时候穷啊 天天吵架 从早到晚的吵架 我娘成天要跳井 成天要上吊 我每天活在极度恐惧之中 一找不着我娘了 家里烟筒一不冒烟了 我就上我们家前面的井去找去 你吓人你知道吗 就这个孩子成长 千万父母在孩子面前 不要 以为你是父母 你就光那个屁股乱晃悠 是吧 想吵架就吵架 想妈家就妈家 不好 你都不知道 那个Q妹那个儿子有多可爱啊 我听说Q妹当着孩子面 竟然大声嗷号 哎呀 气死我了 嗯 我希望Q妹永远就像我知道的Q妹那样 虽然她在旁古那么多年 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啊 但是在这里那时候就瘦瘦的 一个 谦弱的女孩 我到了美国的脸也大了 人也高了 但那时候就特小个小孩 是吧 因为我觉得在直播中 生活中见到你这个温柔的女孩 但是没想到皮那么薄啊 是吧 你最好装下去 你别露出你的本面目 Q妹快让我折磨死了 啥时候把你折磨得变好了就行了啊 现在也挺好啊 我们大哥兄弟说 七哥有空聊聊向死而生 没有向死而生 哪有向死而生啊 没有向死而生啊 我觉得知道的知 知死就已经生了 无论从哲学理论科学理论 从人类今天的DNA 还有人类的寿命 和各种生理特征 人绝对是有灵魂的 百分之百的这是我却深信不疑的 人最可怕的就是自杀 自杀 或者说是说 交通车祸啊 这不正常死亡是对人最不好的 那但是自杀是绝对是最最坏的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人类的心跳和人类的脉搏 和人死后的所有的 这所谓的太水化合物形成的肉体 你就会发现 你去想想 咱们一个人的精子 含了几十万亿 几十万亿 几十万亿 几十万亿的信息 你有一次射精子 能射什么 几百万个上千万个 2017年七哥 去保存精子的时候 还能达到千万个呢 千万个精子 五百万到一千万个精子 而且健康的不得了 我在放大镜下 看那个小蝌蚪跑 你想想 那家伙一次 我就能造出一个半个地球出来 你看了得了吗 这个是吧 那是什么信息啊 多微小的信息啊 而且能把我的祖宗的 所有的信息都带下来 一个女性的卵子 一次能十个五个卵子 一个卵子就一个孩子 记载了一个家族的信息 然后我们人类又有纳米技术 十亿基的纳米 一个粒子基的十亿个大小 在头发上能刻出字出来 那我们 你觉得我们的细胞看我们 我们不就是宇宙吗 宇宙当中有恒星 已经是没了 未来的银河系也没有 地球也会没有 对吧 它就是一个幻灭的更代更新的过程 和去向不同的质量 就质量 就今天在人类理解的质量 大宇宙是有质量的 那宇宙之外呢 就像我们人之外的空气 是吧 它可能是没有质量的多个维艰 所以说 知道死你就已经生了 没有死亡 关键人是在不知道死和生的意义 颠倒生死 你以为你活着你是生 你以为你死了就是死 颠倒生死死了就是生 生的时候就等待着死 就这么简单的 这多简单的事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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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没有这个知生死的啊 叫福利 Rice 七哥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思想的历程 和灭共一路的惊心动魄 和惊天动地 以及新世界秩序的建立 如果做一个完整准确的记录 比如传记形式 七哥是否同意 这对于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盟和未来人类 会有 会是极有价值的危险 谢谢 那不会绝对不会 啊 我未来我会 也等灭完共的时候 我会 新中国联邦的第一大纲 就永远去国化啊 啊 去掉郭文贵是最重要的啊 永远不要 我算个屁啊 屁都不算啊 啊 如果说能有什么作为啊 是我的父母啊 我的家人 兄弟姐妹 还有过去的同事 还有上天的万佛万神 给了我个机会 不值记录 我算老几啊 太不需要了 啊 三票先生 七哥墙内有战友问 如果中共断网 墙内战友怎么及时听到您的声音 我可以保证一定会的 啊 一定会的 但是现在不能说啊 正义小Sara 请问郭叔家族的含义是什么呢 外国的家族又是什么样子 啊 外国的家族 同姓啊 三亲 就是五代之亲吧 就是五代人吧 啊 五代人 基本上中国人也是这样啊 就是你爸爸你妈妈 你爸爸妈妈的 你爸爸这个这个下边的五代 上午就是你你这个妈妈的五代 或者你爸爸上边的五代啊 都可以成为家族啊 过去不包含母性 我觉得现在都包含母亲母性啊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家族 啊 你像我们家里面就是我我我 因为我父亲上边也没人了啊 啊 我母亲上边也没人了啊 啊 就是我父母的他的兄弟姐妹 我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 我这些嫂子的家人啊 啊 我的家人 那就这些侄子孙子 外甥啊 就这些家人 谢谢真一小Sara辛苦了 真一小Sara在前线干得非常好 抱二代啊 非常非常好很辛苦啊 嗯 嗯 板仓男男魔女啊 七哥 已经是全财了 七哥已经是全财了 如果上天再可以给一个长处给你 七哥希望的是什么 哎 这话题啊 真没想过啊 说实在好 我真没什么想要的 完全没有 没有 比如说英文我没学好 如果上天给我英文的话 我也不会想要 我是我想学 我不想给 给我的东西我就不好 真没啥 你说我关键的问题 我没有啥羡慕的 你说你摸你的大腿干我身上也不好看呢 是吧 你摸你的腿在你身上好看 在我身上按上我就成了螳螂了吗不是吗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完美的 啊 包括现在头发白了很多战友心疼 我头发要不白我不喜欢 我跟你们说我很小的时候 是不是啊 想尽一切办法把头发染白啊 我第一次染头发人生就是染白发 啊 就像那个 我想象中的武侠小说啊 那些什么老药师 黄药师啊 什么东方不败啊 是吧 就那种长发呀 是吧 白发呀 那我喜欢那种感觉啊 结果现在白了 白了的我不愿留长就不愿意打理啊 佛家说头发是烦恼嘛啊 我就是这么简单 我说实在话 我对我的形象我是什么感觉 我认为就是舒服就行 我认为一个靠形象活着的人是挺可怜的 就像明星啊 是吧 你像那个香港的明星啊 一辈子不吃面食 一辈子不吃就为了保护这个形象 所以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后悔 是吧 人生在世就是碳水化合物 上天给你安排好的旁边的环境 吃啥喝啥 你拒绝了那么多东西 当然不好 啊 那么不属于你的东西 像中国人穿衫甲你也吃 是吧 蛇你也吃啊 啊 胎盘你也吃 这就捞过界了 那就必须惩罚你 所以中国人啊 他这个天灾人祸 他有时候他不吃 他不吃叫醒 啊 我家你七嫂子吃素的 他真吃素啊 现在我 你看我不吃牛肉 我吃牛肉真吐 啊 就前天你说大锅炖鱼 哇 那个鱼这么大 四十几斤的鱼 肥吧 你们那天看完录完相 啊 很多人发信息 说那个花卷怎么做呀 会不会烂呢 大饼怎么贴 那是一个锅 铁锅 你要先炖鱼 炖鱼的时候 然后放上豆腐 放上白菜 大概炖了 大概应该在 三十分钟以后 你已经 你七嫂把旁边的面 和好了 百分之六十的白面 百分之四十的玉米面 啊 那么这边是花卷面 这边是大饼子 就在那个豆腐和那个锅 有个空间 就把大饼子贴到那个锅上去 它沾上锅上很热 它就不会下去 不会煮烂 因为那个面很筋道 花卷呢 就是放在那个上面的鱼头上面 也煮上大概是二十五分钟 越煮越筋道也不会烂 一拿出来还是整个的特别好 但那天有点汤有点多啊 铁大饼子都都贴到汤里边 但很好吃很咸 啊 你像那天那个鱼啊 我吃的时候差点吃吐了 太香了 你七哥就很难闷 这一生吃五花肉 能吃二斤三斤都没香过 就现在不行太香了 现在说明七哥是贵足了 真的贵足了 吃牛肉吐 那吃太香吃不了 吃不了 所以说人不要吃过的东西 也不要拥有不属于你的东西 那真的是很过 我这觉得人哪 有时候就太贪婪 好 只是刚才摸你妹妹的 没啥想要的啊 这也真没有 摸你说的 Erica 我的性感帅哥 给个鼻炎的开关 鼻炎给了你开关 你不知道出啥毛病了 不好 七哥过敏非常厉害 我也一样有时候痛不一生 路可斯 那有这么严重吗 他有啥痛不一生的 我照样工作 你有啥痛不一生的 昨天又有个战友 连续几次打电话 我越在这着急 又打电话 前天是从淋浴间里冲出来的 那个战友我对不起啊 我已经给你拉黑了啊 我没法不拉黑 因为投诉方舟农场 然后你呱呱给我发那么多信息 你给我打电话 这样的战友我真的没办 我觉得你不会尊重人啊 就把你拉黑了 昨天另外一个是打电话 就查币的事儿 让我帮助查币啊 所以说越南说 我说我这鼻子一把泪一把的 还开着视频会 我把视频关了 我给人家说 我因为啊 鼻敏感不要影响到你们 然后呢 鼻嗨嗨的 所以说就用音频开 路可斯啊 说明你很脆弱啊 很脆弱路可斯 还被绑架过呢 就那么脆弱嘛 哪一个敏感就什么生不如死啊 瑞塔优雅的也是七个兄弟很多 大家庭 为什么自己只要两个孩子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 我就我就说我要一个孩子 为啥我跟你说 我郭美提起来就很生气啊 因为我第二个我都不想要 是你七嫂子这无意中怀上了 我们就那几个月了愚蠢 到几点还想打胎去呢 叫我娘给骂一顿 结果郭美生下来了 因为我们家人很多啊 我们家没吃没喝的 我觉得养孩子必须要负责任 如果你没有决定的把我养好他 你就不应该生他 我那个时候你说我江湖人物 我怎么能想到 我觉得我们家那么多孩子 我觉得哥哥家都有了 我干嘛要那么多孩子呢 哎呀这个看到马斯克 伊朗马斯克说日本没有生意 会毁掉国家很多人忧伤 我觉得你过滤了 很多人不知道 人类到今天多少种物都绝种了 中国人在张建忠的时代 就把四川人整个中原人 给杀了百分之八十 那那些人咋来的 我们到民国时候和四亿人口 大清朝的时候两亿多不到三亿人口 是吧 宋明几次人类给杀了一半还多 那人类后来咱们汉朝怎么出来的 那就是说很少的爹出来了很少的子孙 严格讲都是一家人 对吧 人类的整个的繁衍家庭 你是最小的单位 都是以我为中心 就我家我的孩子 我觉得人类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不认为说特别是儿女这块 我觉得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儿女 还有把财富给儿女 还有我认识当官人抓起来 因为儿女贪污钱才给儿女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希望都给儿女 还有一个对儿女永远是父母居高临下 认为儿女不如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儿女不孝敬就是错的 孝敬才是对的 我那天我说这个母亲节 我认为这都是胡扯的 这是变态的 她孝不孝敬是她的事 不是你在乎的事 而且孩子 你拥有一百个孩子也不是说最多的 你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你也不可能你家都独自生存 是吧 一个地震一个天荒一个灾祸你就完了 而且一生中只要父母 毛泉为子或为子嗣 毛财为子嗣的一生百活 凡是寄希望于儿女 绝对服从于自己 绝对所谓忠孝于自己的 你不是父母 你是债主 一定是这结局的 陆克苏的生不如死 哈家伙啊 生不如死 太夸张了吧 没这么严重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凡事 就是把父母啊 把孩子当成这个当成那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说孩子孝敬了 你觉得孩子孝敬了 你成功了 那是你的悲剧 因为你根本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 是吧 如果孩子不孝敬 孩子他不孝敬 你当然不能高兴 那是你的失败 同时你不要在乎 很多孩子是让你失败的 这个天底下最不公平的关系 就是父母对孩子 孩子能对待父母 就是我常说的事情 谁说我孝敬我 从来我不敢接受 就是孩子能拿出来 父母对孩子的千亿分之一 对待父母 那就算公平了 没有的 没有的 这是个世界最不公平的游戏关系 这是世界最不公平的关系 那么你怎么让他公平呢 就是一句话 开始的时候你就把规则设定好了 生孩子是你的需要 你对孩子没有任何要求 把孩子18岁以前做最好的教育 保护他责任 这是绝对的 包括有战友给我那天说完以后 有信息给我发信息 说不同意我的观点 挑战我的观点 说孩子走向社会 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那么尽早的走向社会 没有自己的能力 然后会杀害到他 如何如何的 是的 是的 我同意 我接受一切挑战 但你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改变不了半点看法 如果一个人活下来 要等到18年你才能保护你自己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如果你18岁或16岁以前 要躲在父母怀里边你才能安全的话 对不起 我不觉得你什么了不起的 从人类从历史到今天都不是这样子的 从动物世界来 有人类一开始起 没有说过去的结成社群之前 在狩猎石器时代 说这个孩子18岁你才能杀他 才能动他 不可能的 人类一共才就平均七八十年 18年就在那种环境上 我这么可能啊 我不接受 七哥兄弟很多 大家庭 为什么只要两个孩子 这刚说的 文艺 代问 郭先生新平台是视频平台吗 会采用YouTube吗 YouTube一样给自作者推出鼓掌的计划吗 郭先生我也想借酒 你有什么好借酒方法分享吗 借酒没有任何方法 就是心 一下就定了 我对我母亲的承诺我要兑现 我知道她老人家 我就想她 如果她最后问她 我做什么她开心 她一定说 你把酒结了 那我就让在天堂的她开心 我不能让她活下来 一直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相信我母亲会看到我的 那就把酒结了 我就结了 没有任何办法 靠办法借酒 你就不叫借酒 你在骗自己 未来的这个所有的视频平台 就会跟YouTube很像 但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 会有打赏 会有激励 会有的 台湾大牛 七哥两次重大挫折 胡锦涛被政变 川普连任失败 到底问题出在哪了 自然 我觉得这完全自然 这个天地万物之间 就是因为出错 不是任何事情被你所控制 这个世界才存在 这叫什么 这就像信仰一样 不确定性 宗教是不变的 耶稣就是耶稣 天主就是天主 规矩都一样的 无性繁殖 有性繁殖 它本身就是不确定性 我们的人生在世上 就是因为有人 你不知道男的和不同的男人 你生出了孩子 它是什么样的孩子 不确定性 它叫有性繁殖 所以说它就叫人类了 它就叫信仰 宗教它就是石头 植物树 植物就是植物 树就是树 大海就是大海 它没有任何变化 这叫什么宗教 就是无性繁殖叫宗教 有性繁殖叫信仰 那么人类在生活当中 所有大交道就是不确定 就是不确定才有了人类能活下去 要不然人类就死了 什么都在你预料之中就死了 所以说 川普的这个连任失败啊 我觉得对我们某种程度是好事 抱歉 为什么啊 真的很抱歉啊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从现在来看 川普总统如果说他连任的话 如果连任的话 对我们灭共会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甚至承认新中联邦的可能性都很大 但是 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不会发生 对台湾不是好事 它不会保护台湾的 一定是在 帮助我们灭共也不一定说 帮助他就能灭的了共 但是台湾一定会吃大亏 那就俄乌战争在前 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板块格局 变成了中共先打台湾 把共产党可能会灭了 或者是灭了半死不活 但是俄 俄罗斯会成为第二级 俄罗斯成为第二级 共产党就可能有再生的机会 俄罗斯会继续打中国这个牌 那个时候香港 台湾和大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 不死不活的战争之中 但是世界板局不是这样 今天最好的板局就是俄乌战争 然后习没有选择 最后一定是被彻底灭掉 昨天你看看整个的广场的大游行 5月9号 谁说只有七哥说的 5月9号什么都未发生 什么胜利日啊 扔核弹呢 什么政变呢 都都是幻想 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的朋友在红场现场的人 告诉了我大家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很惊讶 那才是真东西 什么叫老百姓知道吗 老百姓就是你永远是被大事的利用者 和被欺骗者 你永远不知道国家和大事件的真相 你永远是被愚弄的人 这个就不一样咯 所以大牛 关于那个胡锦涛的问题 对我们确实是个挫折 哎呀这个是没办法 也是吧 这个咱们的实力不够 还有天意 我相信天意 如果胡锦涛的儿子 那个谁令计划的儿子 这个家伙不出这个法拉利事件 还有一系列的事件 包含 你也没想到江老爷子能活那么长时间 是吧 你也没想到啊 包含当时美国奥巴马总统 那也没想到那样 是吧 没想到 你也没想到薄熙来那么窝囊 是吧 这一系列的没想到是我们的无知 能力不够 天意不在我们这边 共产党还有寿命 再来你也没想到胡锦涛那么窝囊 那窝囊都不行了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不到时候 没有出在问题那里是正常的 好 好 瑞州了 什么时候可以再高一点 那不需要 艾米利想请教七哥 未来全世界人民会得知疫情和疫苗实际真相时 一 医病之间信用是否会严重破产 医病之间 二 医疗体系研发 药物体系 制药体系 这三角未来会走向何方呢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艾米利这个丝袜不但好 漂亮 这女孩子看出来 这是有思考的 而且有立体性思考 这个做得不错 我回答你的问题 一定是人类的所有医疗关系会彻底破产 就过去 药厂垄断 药厂和医院的这种勾搭的这种不能言语的 这所谓的情妇偷奸关系 受害者就是病人 以及保险公司和制药厂和医院和被医疗之间的这种互相的骗取关系 会彻彻底底改变 为什么 艾米利问得特别好 因为七哥很多方面在这个很多年了 帮助人做了很多投资 还有两大问题 过去做不到 现在他也必须面对的彻底改变 数据的时代来了 全球的数据时代 就是未来的医药界 就是现在像财务记账一样 叫会计本记账 从区块链记账 不可更改的记账 和过去的记账方式完全是 那几个大的财务公司的操作 那一去不复返了 区块链的技术几乎是改变人的一切 未来的区块链放到医药上 放到医院 放到保险和放到成本上和疫病结果上 整个所有的过去的骗局都会被戳穿 未来所有的医疗平台在哪看病和买什么药 根本不是你媒体 媒体 医药公司 保险公司 还有医疗管理局 医院 这是一群黑社会 每个社会都这样 不是光中国 美国哪国都是 它体制就是黑社会 未来数据化以后 那这全都改了 是吧 你骗不了的 大家可以选择 特别是未来有世界上的区块链币 数字货币 我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平台去买药 我可以找到我最想要的医生 而且我对病情对医药是绝对管用 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科学家说 他们小面积的跟自己的家人朋友的测试 就是这个 的反应 就测试 包括得了冠状病毒以后的 就是智商 行动力都反应慢 他说效果奇甲 其中一条很关键 就让你戴上一个反应式的手表 然后呢每天让你对着一个一个桶 吹下了你今天的这个气 然后就直接吹完 现场下边就有了 大家呼一吹 下面个表就有了 你的肺的呼吸量 你的呼吸的气的含的菌量 然后心脏的什么脉搏素 互相菌素 然后什么你的肌肉量 呱上万个数据就出来了 就这么厉害 说你骗得了吗 你骗不了 所以说数据化时代会彻底的改变一切 你们太幸福了艾米丽 你太年轻了 这个时代你会看到非常快的改变 就像伊朗巴士和自造汽车一样 直接一个公司短短几年 是丰田什么宝马大众一切给你颠覆 而且把车厂开到你德国你家去 就这么简单 没有法改变 甜蜜小福利靠形象活着累 嗯 是 但是呢 基本的形象是要维持的 那是一个对别人的尊重啊 啊 想请调七哥 您四月份提过 再想办法把 中国和中国改变 现在收集意见如何 谢谢七哥 还没找到呢 太多人推荐都不靠谱啊 不要老给我发信息战友们 你们给我发信息太多 我没法看 是吧 你们给农场联系啊 谢谢Renice 还没有啊 宁南这话说的 儿的生日娘的苦日 今天也要感恩父母生育之内 当然了 这话这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 这话嘛 是有点陈旧啊 大家都知道的话 一样跟讲 儿的生日不是娘的苦日 儿的生日是爹娘的苦日 真不能只说母亲 对父亲的生活负担 母亲的身体上生理上的痛苦 对他们的责任啊 非常之大 很多人没想到 你生了世界以后 父母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 一直为你拼苦奔波啊 为你的生计很难的啊 这个是大根又来了啊 大来大根又来了 瞧话题啊 转话题 大根能走个后门 帮问七哥一个问题吗 是吧 咱们做到的 世界大众物品物价上涨 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接近10%啊 10%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将近70个城市的房地产 在过去一两年 美国超印发的货币 导致房地产暴涨 那么 未来社会当中 大家又看到面临了两个巨大的改变 数字货币的金融时代 互联网的元宇宙时代 这两个到来 怎么可能现在的政府和现在的社会还继续维护下去呢 不可能的 包括那些传统媒体 你未来会看到就是CNN啊 什么福克斯这些严肃媒体 永远都不 他这不懂啊 对吧 所以说抱歉兄弟姐妹们 世界将巨变政府的体制和政府与老百姓的体制 以及我们所有人类接受信息 记住啊政府控制老百姓就是军队 钱还有所谓的宣传 我们被宣传被洗脑的时候 手段会彻底改变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啊 好 我看看啊 这还有谁啊 为群服战友发的啊 文艺谢谢七哥的回复啊文艺 阿炳什么是勇敢 我的阿炳妹妹 什么叫勇敢啊 这个是得收钱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实际很复杂 很多人在问 我也从很小的时候走到很多地方问 什么叫勇敢 敢打人 敢出手 啊 不是的 勇敢 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追求 或者自己坚持的真理的一个标准 啊 继续坚持和付注意行动的这么一个结果 啊 他不是说像东北人想的是上去就是喝醉酒了 就骂人家 上去出手 然后把人撂倒 然后多踹几脚 不管是孕夫是老人也敢打也敢骂 那不叫勇敢 那叫流氓 第一个 就你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你想要的 你敢表达 你继续坚持 你坚持你想要的你想做的 包括对真理的标准和在生活中遇到挑战时 你敢坚持 最重要的勇敢就是说真话 就是心 身 行 统一 当发现 根据你这个内心的所追求的 你坚持的和真理的和善良的标准 矛盾的时候 你敢行动 而且是无私的 你敢于维护你自己的真理和相信的 这就叫勇敢 比如说阿炳 你相信路达脑袋 超级帅 七哥说路达脑袋是个骗子 这个家伙是个王八蛋 你又说路达脑袋非常帅 我说这个家伙天天对着人吐痰 厌痰 太难受 你说他的痰很好吃 你就继续坚持 你也叫勇敢 当你勇敢坚持过火的时候 这叫什么 叫愚蠢 勇敢的过着头就叫愚蠢 不到火候的勇敢 叫懦弱 过着头的勇敢 就叫愚蠢 比如说你刚才路达脑袋 他就是 在那边天天咔着一口谈 咔着一口谈 恶心使人了 是吧 那你还坚持他 那叫愚蠢 如果说 你本来 我说路达脑袋 路达脑袋 我说这个没长鼻子 你说是啊 他也没长鼻子 这叫虚伪 恒量勇敢和愚蠢和懦弱之间 就是真假和善恶 就是唯一的标准 坚持 恶是错的 善是对的 敢于维护善的正义 敢于维护真 你发自内心的维护的真理 和维护真相 就叫勇敢 反之叫愚蠢或虚伪 懦弱 我这回答是不应该有点掌声啊 阿炳 这一会老多了 什么是勇敢 天才主的我们的魏民教授 新中国联邦国防进展 方便透露一些吗 现在不方便 正在进行中 魏民兄 我的腹肌来了 想请问三月份 七哥说的五六周洗壁的 重大利好消息公布 是不是推迟了 对的 有点推迟啊 记着了 很好 但很快会有吧 就在你身边啊 就在你身边啊 我的腹肌啊 很快的啊 又来了阿炳 世界的媒体 已经成为掩盖真相的帮凶 如何改变 并防止这种现象中演 不是改变 这不是掩盖真相 你现在理解错了 他本身就是 邪恶 谋杀犯罪的 重要参与者 还掩盖 那掩盖什么 掩盖什么呀 你什么叫掩盖呀 共产党在新疆大途上 是在掩盖了吗 他是参与者 没有这些媒体的 在听天吹骨子拿手 怎么能拿下WTO 怎么能有奥林匹克会 怎么能有那么多钱 对吧阿炳 如果防止重演 我们现在干的事正在防止重演 Darkter Ming的问题 战神战暴 Darkter Ming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 舞弊问题至今上 我就知道你会 我都没看我都知道 你会问这问题 Darkter Ming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问题 Darkter Ming 在思想上认知很多 认知很高 宗教信仰上 但是过于执着 所以生活中会很痛苦 会很少朋友 很少朋友 会很孤独 这叫什么知道吗 佛教叫执着 生活中做人叫什么知道吗 叫做人当中的一个不平衡 严格讲老土话说就是什么 太自我 Rock 裕达和扒谷那是七个不同时期的作品 请问这二者对于您阶段性的目标 和人生的意义有何不同 裕达是建内部的队伍 聚集基本的财富 和让自己同时也是锤炼自己的 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认知吧 包括品味生活 到了盘古的时候就是 当时是站在裕达 练人生 练队伍 练自己 积累财富 到了盘古的时候 坐在北京 实际心在世界 已经完全是不同的 盘古应该讲是 就是我在盘古的时候就已经在全世界了 在裕达的时候还是在中国为主吧 完全不一样 有时间可以好好聊这个 这问题很好啊 台湾大牛 谢谢七哥回答不用谢 之前大牛老不出手 老不出手 艾米利 谢谢七哥 能否请七哥聊聊泰国和排华 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会非常惨 艾米利 会非常惨 文大使 英喜 请问一下 黑暗势力是否有想在经济崩塌和战争蔓延的时候 在欧美安排社会变革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以后也可以好好谈谈 小福利 盖特专有问题收集 小福利来了 台湾漫画家 有啊 过去了 这是什么 D.C.Mecher 漫画家 不知道 七哥能聊聊 关于台湾强推油门的话题吗 能聊聊台湾强推油门的话题吗 没听懂这个 东京小胖儿七哥用日本纸抽鼻子不疼 我用的就是日本纸也有日本纸啊 没事啊 谢谢 王党战友求指点 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人为最好的制度 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但是它是个很好的开始 新中国联邦最后推的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 严格讲叫什么 我无数次说过 是数据时代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 什么叫数据时代啊 现在的一人一票制度已经被金钱和媒体操控了 你看看现在从这个 这个 这个 委内瑞拉 古巴 北朝衔 还有这个强带中国共产党 还有台湾 还有日本 是吧 奥斯拉利亚 是吧 俄罗斯 所有这些选举都是民主选举 包括美国 但是现在的民主选举已经不叫民主选举 我给它定义为三种选举 媒体选举 在美国你看到了 第二金钱选举 第三叫黑帮选举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伪造选举 这三种选举 我们要想要的一人一票选举是什么 对不起了 是数据化的 就未来大家都有了数据 就是区块链的身份 区块链的账号就像G Club卡一样 为啥G Club卡重要啊 不是谁都是坚持到最后的 最后G Club卡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请问战友 你在两年前买的G Club卡 和今天买的G Club卡的感觉一样吗 你得到的待遇能一样吗 你感受的东西一样吗 它都不一样 能拿钱买吗 买不了了 过去了 就你的发生的数据和即时发生的数据 是不可更改的 区块链牛在哪儿了 你们这么一认真研究 啥叫区块链 兄弟姐妹们 这个区块链牛到 任何能力都无法篡改它过去的数据 任何能力都无法改变它对以下的延伸 他这个力量太大了 那么选举的核心在哪里呢 就是一个人的真实一丝表达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无分你设的话题 艾米利 我给你设下来 你喜欢艾米利的脚趾头呢 你还是喜欢大根的屁股呢 你还是喜欢巴黎的眼睛呢 你还是喜欢天机的头发呢 我给你说一万个话题 在现在的选举中你是选不了的 那我在区块链上 几乎就是一秒钟就完成的事儿 那么一人一票就是一个人的真实意识表达 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如果加上有更多种条件的话 选择就更准确 更重要的是这个被我选择的人 现在你看看美国一选 总统最后出两人 杀人 你就选一个 我凭啥就选你俩人 你杀人 如果有区块链的话 我可以让你有一千个人摆在前台上 谁得票多是谁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你操作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关键的一千个人 你看美国昨天我看那个lookup 这个电影里边 总统那个假的操纵啊 是吧 地球快被毁了 是吧 他有性丑闻 这说的是希拉里 实际上是 然后他觉得我要掩盖性丑闻 我现在我就要打那个彗星 然后就自己就赢了 这操作嘛 媒体嘛 是吧 但是 你要有区块链时代 你做不到了 是吧 老百姓会做出选择的 这种情况下一个绝对的信息公开 和绝对的政策和制度的公布之后 或在投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信息绝对透明 绝对真实 你是不可能操纵的 当然不会了是吧 一人一票的制度太老了 新中国联邦人哪像你想那么简单呢 有些话七哥不敢说 不能说 都让大哥知道了 大哥天天跟飞飞 是不是啊 跟三母火来 做的节目都超过这大直播了 咋办呢 咱咋直播以后啊 是吧 这几个家伙太聪明 你知道吗 小福利很勤劳 但有点缺一眼你知道 啥行动办 得给小福利留点饭吃嘛 对不对啊 慢慢聊啊 我看看还有啥呀 阿炳的掌声 阿炳还有掌声呢 李公女一般都没掌声啊 多有批评啊 我的腹肌啊 啊 烂木的 宁南蹦的 说得太好了 Rita啊 宁南悄悄问七哥 新中国联邦买岛的事情 有没有进展 有进展啊 价格给他砍了一半 他都同意了 但是我现在 对岛的感觉太小 野心又大了 AI选举错的 不对的 我就知道 刚才我说的时候 中间一闪 一定长岛说 那个谁那个 大根说长AI选举 AI选举不能形容 AI和区块链是两回事啊 两回事啊 优雅的野兽Rita 感觉七哥的脑袋里 知识储备太强大了 已经超越电脑 更像量子计算机 作为普通传言好奇 是怎么做到的啊 你想做七哥很容易 做一个勇敢的 行动力的 相信万福万神的人就可以了 想请问七哥 你说过还没和战友们透露过 新中国联邦的真正的核心 可以落树一二吗 谢谢七哥 现在不方便 不方便 留着我们小福利呢 小福利兜里边一堆糖块 傻孩子兜里都有糖块 聪明的孩子都抢那糖块去 小福利 盖特战友问问题收集 卡特琳娜飓如何取舍你生活中的赤层黄绿青蓝子 卡特琳娜飓如何取舍你生活中的赤层黄绿青蓝子 玉米地上大保镖战友叫 推特上看到北京大型有坦克装甲车信货 这也要出什么大事了吗 没什么大事就是封城 然后呢 如何选择赤层黄绿青蓝子 就非常简单 知道什么叫善恶 什么叫真假 就什么都能选择了 这是基本常识 左手之真假 右手之善恶 变善恶 什么都好选择 路可思又来了 七哥的直播比哈佛课程更有价 更有价值 我应该比红薯潘多五个博士学位了吧 你这两个比喻路可思都有点不靠谱啊 哈佛 哈佛是提供给傻人 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是天才的人 当一个或者说是天才的人 一个所谓的出人头地的工具的舞台 天才人不会在这哈佛了 然后你说给鸡腿潘 啊 你就拿着个鸡腿潘来 我觉得是个猪 猪声都比鸡腿潘强 你见过鸡腿潘吗 就鸡腿潘此人 我说到这的时候大家你想想啊 七哥有时候多伤心啊 很多人来问我 就昨天前天很多人问我 七哥那么多人的背叛你怎么不伤心呢 啊 包括长导哥在直播中和老班长都说过 就这么多人背叛 七哥也没有改变 没有说伤心啊 七哥也有心啊 也伤心 你去想想路大脑袋 他来了吃得住的 是他祖宗八辈都没有的 蛇妖言二十几万的机票 来了所有的新电脑新手机全供上 一年几十万的工资 买几十万的时装 路大脑袋喝的一瓶酒 都是几万美金 庄烈红去喝的酒几万美金 鸡腿潘和庄烈红拿的卡随便花 你爱花多少花多少 随便刷 路大脑袋 你觉得中国人对别人啥时候这样 九指腰来了 恨不得九指腰的卫生纸都给他选一遍 住五星级饭店 四星级饭店 所有人 是吧 吃最好的 虽然不吃肉吃素 吃最好的 让九指腰住在凤凰城八千美金的一个公寓 他像祖宗一样带着他儿子 跟那个龟头羊就开始勾搭上了 你勾搭呗 儿子勾搭他闺女 他勾搭这个九指腰 你去想想什么样的人民 什么样的民族 住着一个人家给的八千美金的公寓 偷人家的钱 骗人家人家 骂人家 你想想一个蛇妖炎 参加爆料革命 从一个杀老鼠的一个小护士 成了全世界最有名的人 帮他出组织这个电视台的人 恨死他了 那是真是赵哲地的老大姐啊 帮着他安排的福克斯啊 现在你还建有蛇妖炎吗 你现在还能在主流媒体吗 然后路大脑袋离开以后 搬开那房子 那个房子是给他的房子 他竟然不要 说拿房子骗他 还有那癌症力 还有那个什么找爹脖 你想想这些人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 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出来 要砸锅的 反爆料革命的 有人想过没有 如果你能找到第二个郭文贵这样 让共产党形容的骗子 三秒郭强奸郭 你能找出第二个来 我愿意让他骗我 我不让他骗我是王八蛋 我让他每天都骗我 所有老GTV投资的钱 一分不少在SEC 抱歉啊 所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说的都在那里 G Club是你的卡 是吧 你的币 现在战友们总共投了进来 战友们的钱 大概五四五个亿 四个多亿五个亿 币已经是几百个亿 你想想七哥对待那些人 所付出的时间和真诚 你说中国人还有人愿意做好人吗 有人吗 佛祖能这么做吗 佛祖没答应这样吗 那当然七哥也要伤心了是吧 那七哥是人呐 但是我们战友们有人想过吗 在你们所谓的反嘛 就还有那什么这些这些这些事情 这个事之后 兄弟姐妹们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该怎么看待自己啊 全人类上没有我们中国人在冷漠的 中国这个国家是不 这个民族是不允许好人活着的 好人是不会得到尊重的 他也不可能有贵族 贵族被称为愚蠢 还有一个就是凡事做利他的事情都被称为愚蠢 无论你付出多少的人 永远是不会得到赞赏和满足的 你看乌克兰前线 咱们救援的战友就能看得到 乌克兰人 你真的帮着他他会他没有那么多中国人 哎呀我哭啊感谢你啊下辈子给你欠牛做马呀 都这中国人的感情过烂 乌克兰人没有这话 也没那么多眼泪 但他会记住你 他发自内心的感激 我觉得全世界没有比咱们中国人 就把感情假到就不行了 啊 你看看最普通的村里面的农民 你帮他以后他就是跟你在这会儿 哎哟谢谢 哎哟哎哟 都那种感激 是吧感激不尽 就在路大脑袋 郭先生你看喝这么好的酒 那孙子你让他干啥 那个吃药盐 哎呀郭先生你让我做这么好 我飞去吃了 你的眼睛不错 然后给他买个眼镜 几百美金 现在到哪都带着还 穿着几番人 回头就弄死你 就是中国对感情的表达虚伪虚假不真实 和利用感情的成就天下第一啊 你去看看吧 你看他鸡腿盘的来说 哎呀郭先生 哎呀 就是说你就是我的太阳啊 他大下来 他一扭头把太阳塞到钢门里面去了 你这孙子哎 所以说 这个兄弟姐妹们 泰国也反华吗 泰国接下来一样也反华 但没那么严重啊 泰国是东南亚最好的选择啊 盖特战友问题收集 放荡不记忆爱知自由 请问七哥可以讲讲朱姆拉玛的故事吗 今天就不讲了 凯文8964 请问七哥墙内苹果 轻盲行事内斗的结果吗 不知道 Gnews和盖特请问七哥对有各种原因 没露脸的战友怎么看 这个没怎么看啊 没问题的 没露脸就没露脸啊 没问题的 阿泽西 新中国联邦的存在于网络的国家的区块链上 比现实版的土地中的存在更重要吗 之间的国境不会消失吗 都会存在的 一样存在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一定是物理上 还有区块链上互联网上 甚至在太空中 都会存在的 放这么意义 不会消失的 聪明的 七哥 泰国 也反华吗 也反华 很反华 现在可以说 但是没有 跟其他国比没那么厉害啊 相对是比较好的 我比较俗 想问赌集 一比一千哪个 一比一千可以啊 谁敢赌 六月三十号 南西普洛西去台湾了 你把你那块钱给联盟委员会 如果没去联盟赔你一千个币 谁想赌跟农场联系啊 没有人要赌啊 没有什么要进行 你们找农场啊 阿炳 唐博士的问题 美国共和党 建制派 都已经和民主党 穿一条裤子了 中期选举还有意义吗 这是谁说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美国的中期选举 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开始 而且这个中期选举 不仅仅改变世界 也改变美国 这就是说现在美联储 美联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美国通胀 人都跨过15的话 那人类历史上 美国没有从来达到过20%的通胀国 就美国 那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 现在中共国搞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事情 所有的这些事情 那都是灾难级的 瑞河在美国都会爆发的 所以说这个 所有的问题围绕的经济 和内部的所有的改革 最后都会崩裂 我现在还有几分钟我就下去了 你给我转发 没了是吧 没了啊 没问题了啊 回答完了七哥 没有人问普京的问题啊 我看今天 没有人问普京的问题很好啊 胡杜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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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杜仙是大人物啊 胡杜仙 我看他棒手在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胡杜仙是个 是个有意思的人 胡杜仙 胡杜仙 大佬啊 冰冰和我来双修 冰冰和我来双修 有什么话题吗 悠悠文领 沧海一声笑 淘淘灭共潮 这个昨天我唱这个 唱这个沧海一声笑 太震撼了 我爱你 灭共的雪 轰轰烈烈 满山遍野 你有自己那无瑕的神气 净花被黄眼笼罩的世界 你把真相传递给了人间 唤醒那无尽的黑夜 沉睡的新天 哎呀 这每一唱还行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床外耿身落中 今夜落花成中 春外春去居屋中 徒留一脸有蒙 谁能借我情重 谁将柔情深重 若能相知又相逢 公子一脸有蒙 为何我要灭共 是谁带来苦痛 多少分恨在心中 唯有占有占有能懂 他会香港声称 犯下罪孽深重 与战台湾大一同 必是黄粮一蒙 谁与几个灭共 打破千年的牢笼 走花儿女多英雄 今朝盼古必相逢 谢谢唐平老师 威廉王老师 今天这歌唱的不错呀 估计 估计今天共产党 中南坑睡不着了 谁与七个灭共 我觉得这句话写太好了 威廉王太好了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唱歌 这个感觉啊 上次我觉得 跟Q妹弹琴 现场唱的这个 一连又梦 甜蜜蜜 我觉得我超级喜欢 特别是这个灭共的血啊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太好了 特别是 哎呀怎么说呢 我觉得那个感觉啊 就是Q妹啊 她有着这种 常人没有的一生中积累 说的艺术家的气质 但是这就是艺术家嘛 艺术家 她最后就是个性很强 你咋弄你说 啊 啊 七个观众说几句话 三票兄讲讲红场阅兵背后的故事 简单说啊 红场阅兵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让中国个人党看到了 听说是所有在国内组织 啊这个党内特别是军队啊啊 设备国安委啊 看阅兵的所有人全傻眼了啊 因为这个现场是普京当听说啊 获得两个情报 一个是大概有70万人到120万人啊 要抗议 可能有人在操纵发动这个所谓的暴乱啊 第二个呢 说发现了天空中啊 有人对现场啊进行了多方位的啊 这个定位啊 就担心就是斩首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啊 普京的女儿啊 就告诉他们 马上让他爸离开啊 啊 再一个普京身体确实是不好了啊 普京家事一塌糊涂的乱现在啊 所以说任何一个人兄弟姐妹们 当你逃过不了 男女的那点生殖器那点事儿说 你根本不配叫什么人物啊 当你放不下对财富的理解的时候 没看透 你不可能成为大人物 如果你不把家人啊 这种和自己的事业的关系 捋顺的话啊 你必然死在这两个关系复杂的纠结之中啊 最后就是今天一开始说的啊 生死啊 你看透了死啊 你知死 你就会生啊 你知道了死的意义啊 你才知道看不透生死 你也不会成人物 那你看普京都七十多岁了 你坐那么大个游艇干什么呀 你能有几次去玩去啊 你搞那么多女朋友干啥呀 你整那么多孩子干什么呢 对吧 他当然怕死了 是不是啊 那你怕死 你也不怕死老百姓 你也把人家弄死能行吗 是吧 钱上就更不用提了 是吧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 是吧 这一系列的事情 看完以后就是人类实际很很无知的 全世界外国人都在问我一句话 为什么普京在中国竟然有超过七八十的或六十的中国女性喜欢普京 这就是我们中国男人太威了 不是女人太坏了 我告诉他 我说你男人太差了 因为中国男人太差了 导致了中国六十到八十的中国女人喜欢一个外国 那样的男人是吧 看不透生死 也不勇敢 也不会在生殖器前上有多么高尚境界的人 就是一个完全洗脑 那么中国女人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呢 有个性 强势 有责任 敢说敢干 就是所谓的狭隘的主义的 这个民族主义的所谓的勇敢 那么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是吧 应该是看透生死 看破财富的游戏 更能把自己的人生和家人关系彻底的处理好 你这是害家人的吗 你说你这时候弄些那些孩子弄那么多钱干嘛嘛 是吧 所以在红场的时候普京被打回到了人间最俗 他也彻彻底底从天堂被打回到了原形 从国际英雄 说国际政治家打为了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政治小丑 偷鸡主义者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伟大的人 只有最伟大的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靠一个个人 个人崇拜或一个强人领导着社会和国家一去不复返了 在科技面前一切都变得那么幼稚 那么无知 科技随时把你斩首 所有的互联网未来的数字化时代 区块链时代 分分钟钟要你露出你的底裤 你忽悠啥 是吧 在生死面前每个人都变得那么如此不堪 你看不到生死 你就会在生死面前彻底的什么都不是 而且你的七情六欲 如果不能被自己征服 你想去征服别的多少人社群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代会出现一系列的小丑和无知的人 最后一定被一些睿智的 智慧的 真正有道德有修养有信仰的人 最后站在人类的最高峰 带领人类走向下一个高度 这必然的结果 一切宗教的游戏都结束了 一切所有过去的宣传的伎俩都不会再有了 一切传统的政治势力操控的所有的黑规则都会被消去 人类还会有很多代价 会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一切一切都改变了 最后人类 你看那个lookup电影里边讲的是彗星 就像今天所有的这个疫情一样 就是操纵的结果 是吧 就这么简单 但最后要付出代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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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呐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咱们今天直播差不多了啊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人生 很多话我今天就不回答了 就这样了 咱们一起为75亿同类 14亿新农联邦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和我们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的同胞们 和乌克兰前线的战友们辛苦了 和乌克兰的人民祈福 愿天下的母亲 天下的父亲 都能安康幸福 得到儿女的尊敬 得到社会的尊重 当母亲当父亲 是个很勇敢的事情 很了不起 我觉得不论哪个国家 对父母尊重 对父母 孝不孝敬 我是对父母要尊重 感恩 如果做到这点的话 你不论什么女人 不论你什么理由 反正未来新中国联邦 我个人建议 对父母不好的人 不要加入新中国联邦 特别对父母不但不好 如果有伤害的 绝对不能加入新中国联邦 对父母好 你对兄弟姐妹也应该好 对家人都不好 对父母都不尊敬 加入新中国联邦是个笑话 很多大事 今天本来要谈的没时间了 找时间再谈吧 谢谢 一喜祈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